現點現蒸的麵皮加上肉和洋蔥 如果告訴你 這樣一個掛包 光是一個就逼近100大洋 加上套餐一份要價近400元 你買得下手嗎 那一件改用日本叉燒肉 海鮮炙燒逼出香氣和多餘油分 這間精品掛包店 強調支持小農使用在地食材 用洋蔥取代酸菜 想吃素的也可以 店家還耗質750萬裝潢走工業風 顛覆傳統路邊攤的掛包店 要讓台灣小吃也能走高端路線 消費的話會比較高一點 對 可以大點 對 坐下來你就叫到的就是掛包 所以就會想 有這樣的一個精緻的台灣小吃 現有的素食店做參考 其實一個經典的Hamburger 大概是100塊上下 我們認為這個其實不是這個問題 挑副果模具撒上芝麻 舀入麵糊再抹至表面均勻 本種台灣點心紅豆餅 也能變身成為有店面 有體驗的咖啡廳風格 表中文創兩個字 重新包裝傳統小吃 留住了高齡客源 意外跑來了一堆年輕顧客 吸引年輕人 然後就一般的攤販感覺都表到有點髒髒的 就這種外表的包裝 就覺得精品化會讓大家覺得 更能夠接受或是很好奇想要來看看 不再讓台灣小吃 沦為美味卻廉價代名詞 業者從盛選原物料出發 把傳統美味精品化 小吃也成為餐廳主食 有幾個冰淇淋配食言泰國豆